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每个礼拜 Beyond KOL的每周专题 我就是Terence 每周专题里面我纯粹是一个主持 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邀请 不同的朋友和嘉宾上来 谈论很多不同的话题 上两个礼拜我请了中大的教授 我以前的同学冯应谦 Anthony Fung上来 他就说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特别是说到香港一些青年人 他其实想要些什么的呢 而上一次就更加讲到 其实很多人都说 那个游戏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业业 是可以给你去有不同的发挥的 不只是玩电竞的 初初以为游戏业有什么要做 玩电竞 做电竞运动员 但其实那个他都告诉大家 这个是极少极少数人是做到的 所以但是其他个industry可以带到有很多不同的talent的人都可以进去的gaming industry 这个很有趣的行业来的 最近我又认识了另外一个新朋友 他的行业也是很有趣的 以前大家都很梦寐以求希望可以做到的 特别是如果大家有看过很久以前一套无线的电视剧 冲上云霄 Captain Kool这些这样 对机师有一个无限的想象 很帅的穿着制服 三柴两柴这样 所以今次我就想请了一个我新认识的朋友 Jeff上来 他以前是一位经验都很丰富的飞机师 今天他上来和他谈谈 其实飞机师的生涯是怎样的呢? 特别是 现在就已经可能说 现在再做飞机师会不会害怕的呢? 这样子 今天就谢谢Jeff上来 Jeff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Jeff 谢谢Jeff上来 Jeff不如你一点点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我介绍了你以前是一位飞机师 不如你自己一点点介绍自己好吗? 好啊 我是Jeff 我在香港出生 在香港读书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很多年前 就被香港某大航公司选到英国受训 接着回来就做了 机师 做了14年 那我就已经辞职了 那都一段时间了 那现在就算是退休生活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 不过我想你也不怕说了 是不是? 就是你曾经在郭泰 就是香港的一家最主要的公司就是郭泰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们方不方便说 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 好 我都想问一下 就是 很多人都会问 就是其实怎样入行的呢? 就是或者什么令到你会想做飞机师呢? 因为可能你做的那个年代 都是属于比较早一点 就是不算是太早 我知道 但是都算是早的一代机师 因为以前我知道郭泰的机师 全部都是外国机师 在一段时间 他就开始招聘一些 local的才能 好像 Jeff 以及我们其中一个 common friend 都是入了国泰做机师 那其实你为什么看到报纸 无端端端呢? 还是为什么会跑去做机师呢? 我这个也是机缘考核 因为其实我原本没有想过去做的 但是因为有 通常这些故事都是这样的 就是有个朋友 就有兴趣做 就告诉我 他去完澳洲 做一个 我们叫grading 一个小考试 查一下你这个 就是可不可以合格 就去飞机 那他说很好玩 去澳洲先的 去完澳洲先去英国的 那于是我又觉得 咦是啊 我从来没去澳洲 其实我没想过我会合格的 那于是我就 那就报名试下 就想着去澳洲玩一玩先的 那我们的grading 其实就是会有十几个小时 给我们飞一架小型飞机 就去看一下我们 究竟有没有一个潜质 去继续接受英国一个比较长的分裂 那有没有真的在那个grading里面 就是我们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那跟着你才会上飞机 但是实际上 是真的在这架飞机里 十几个小时的 那这个grading 为什么会有呢 就是以前呢 那些人就直接去英国 就直接上那个长达 我们当年十八个月的一个training 但是发现呢 有很多人在开头十几二十个小时的时候 就已经fail了 因为他们用了太长时间 没办法去到某一个level 那所以就可能头十几个小时 就浪费了 譬如当时公司的投资 和也都浪费了很多人的时间 和自己的时间 所以后来才有这个grading 就说我先给十几个小时 试一下你有没有这个潜质 有潜质我才再给你去英国 继续受训 因为其实我们 譬如以前去grading 那个都不是每个都可以的 通常大概是一半左右 我们当时有八个人去grading 都是只有四个人可以 继续去英国 那我很好奇 那我都想问一件事 其实我想很多人 对于我来说 因为都受到那套无线电视剧的影响 所以我想问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就是 其实一个实际的机师 和那套戏 我相信你也有少少看过 在你的精神流里面 你做了十几年 最大的分别 或者最大其实是 他美化了也好 其实最大的不同 你觉得是什么呢 因为他说到 所以大家不同 当然是没有那么有空 就是其实 我想电视剧也是这样的 譬如你如果说 无线都拍过 有头是医生的 那你也看到那些医生很有空 就是放过工又去帮忙 那其实医生是很忙的 那另外我想 那关于基斯这部电视剧呢 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拍到 好像我们空虞 很多时间那样 特别是说 譬如飞到外国呢 我们以前的时间是会比较多 但是以为长途 但是我记得他有一些 有一个情节 就是说他去日本呢 飞去日本都可能差不多 有两天假期才飞回来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其实我们去长途机 比如去欧洲或者美国 为什么我们要留在那里呢 是我们需要休息 休息了才飞回来 那所以才会给假期我 不是无端端会给假期我的 那所以譬如如果日本这些呢 最多最多 其实可能只有12个小时休息 就是说譬如晚上 黑到了之后 12个小时在那边休息 就早上一早就会飞回来 那甚至譬如有一些是 我早上去到日本 直接是不会离开飞机的 在飞机上可能落地了之后 大概停一至两个小时 入油和清理飞机 收你的飞机或者检查飞机 之后就会立刻回香港的了 基本上是完全不会停留日本的 就是我想这个 我觉得是距离现实最远的一部分 其他都可以的 就是不是太差 但是其实呢 我对机师有少少认识 其实你真的很多架的 我经常觉得 因为譬如你在飞机 我知道之前有些 我明白的 但是我感觉上面 或者很多人的印象里面 虽然你也说 我知道你去亚洲 你是不会停的 可能完机或者怎么样 就会立刻飞回来 入了油或者再上下飞回来 这个我也明白的 但是很多人的印象就是说 哇 你飞机师其实是做了几个小时工作 天天做8个小时 那会不会飞机师真的很多空闲时间 你不是天天飞的 是不是 那变了 会不会印象之中真的很多架呢 还有你又可以这边去那边去 坐飞机又很便宜的 我知道有家属优惠的 其实是不是真的一个想法呢 正确的 你说得对的 就是我们休息时间很长 就是我唯一 我觉得那部电影讲得我们太舒服呢 就不是我们很多假期 而是说在工作上面 因为如果譬如你飞到外地 你是瘦身的嘛 就是你每一个分钟 每一个时间 都是计算进去你人工里面 所以是没有可能是说 被你空闲那么久 他为什么要出粮给你休息 就是因为可能是法例规定 譬如我们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我们要休息 譬如如果亚洲区就没有这个需要了 但是我同意你说的 就是说譬如我们飞完一轮之后 我们是有很多空闲时间 你说得对的 就是我们 可以说我们和消防员差不多 就是我可以 因为我们飞长途机 我一次过可以飞 我一程 譬如我由香港飞到纽约 也可能15至16个钟 我回来又飞15至16个钟 那就是说我来回一程 纽约都已经超过30个钟 超过30个钟 我一个月呢 我们当年一个月呢 都是飞80多个钟 所以呢 我可能两个半纽约 那基本上我已经飞了 我整个月需要做的东西 那我其他时间 基本上就是一个休息的 你可以这么说 那但是当然就是 我都离开了这一行一段时间了 那因为成本问题了 航空公司现在 你知道机票越来越便宜了 那所以 那所以 现在我们的同事 我们行内的人呢 他们会飞得比我以前辛苦很多 就是他们每个月 但是我说辛苦很多 都可能是去到九十几个钟 那所以其实可能都是他们 三转纽约 或者再多一点 也都已经是可以 飞了整个月的一个 需要做的事情 那其余时间就已经是休息的了 那我可以给你想象一下 譬如来回一次纽约 包括在纽约的休息时间呢 大概是四天 那如果譬如我当你三转纽约 即未必一定是纽约的 但是就是我说 这些我们叫超约约的 超约长途机 那如果四天就三十个钟 那如果你飞三次 已经爆灯了 但是你三次 其实都是十二天而已 那你一个月有三十天 你也有十八天 好 那都对机师有少少了解 那就说回现在了 那事实上 经过疫情之外 我知道很多机师呢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航机啊各方面 那其实pandemic之后 其实机师面临 什么的实际情况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 其实现在没有机 就是没有机飞 他们现在是受伤 还是怎么样 通常现在是什么环境呢 我想跟我们之前谈过一样 我想我们分开究竟是香港的情况 和其他地方的情况 其实有一个挺不同的分别 不如先说香港 是的 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我们没有国内线 就是我们不可以 由香港飞去九龙 就算有都不会有人搭 所以呢 香港其实基本上 全部都是国际线 就算譬如我们飞回内地 其实都算是国际线 因为你要经过一个叫做移民局的 就是password control 所以香港其实没有 公共飞飞的话呢 那现在你知道pandemic 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算现在恢复了一部分 比起疫情前和现在 那个飞机的频率是小很多的 那我不知道你多不多回来香港 譬如你多伦多和香港 以前一天可能有一至两班机 如果计算不同行公司 可能更加不止 但是现在可能 都不是每一天有飞机 直接从香港去到多伦多 所以其实是很夸张的 譬如香港 譬如以前郭泰 一天有四班机去隆线 但是现在不是每一天都有伦敦机 所以这个是 其实是相差很远很远的 那个频率 那你可以估计到 其实真的有得飞的人 其实就是少了很多 那我也都有很多朋友 就是他们可能差不多超过一年半 是完全没有飞过的 但是就 你说好彩也都不知道好彩还是不好彩 他们继续有粮出的 虽然出少了粮 但是仍然是有份谷 也都有粮出的 但是当然在香港 有些没那么好彩的飞机师 譬如如果是港龙 那他们就没那么好彩了 因为郭泰就决定了 将港龙整个运作 就完全关闭了 所以他们是直接是 就是要终止合约 就完全是连工都没有了 就是 所以要遣散的 所以 譬如看一下你 好不好彩都在行里面 那如果在国泰里面 虽然没得飞 但是继续有粮出 那你大部分也是自己的时间 你都可以做其他事情 那所以 那个影响性不大 但是他们 我想如果在飞机师来说 就应该没什么人想串行 除非是被逼 就是说 譬如像港龙这些案子 但是如果是空中小姐 或者空中少爷 他们的情况就会差些 因为他们 就是如果仍然有粮出 都会很少很少 就是可能是少到是没办法维生 所以他们就 就我认识的很多都转了行 就算是国泰那些 他们都不是那么好彩的 因为国泰在 飞机师他们就没什么 怎么样炒人了 但是空姐和空少 他们炒的人是比较多 所以就 虽然在 大家是同一个行业里面 但是也都有 就是 好彩的一些 或者没有那么好彩的一些 就看你 你 你 怎样去看 就是整件事 是的 那我都想问多一句 就是 那 为什么他要保持这么多机师 在这里 就是可不可以 稍微抬离 然后之后再聘回 其实 我真的不认识 这方面 比如你说空中小姐 空中少爷 他抬离了 我认识晚些 他都会聘回 一些人回来 他要飞的时候 那为什么 他们可以这样做 但是基斯 他就 rather than 保持他们 我们 他都不是保持 但是他保持了 大部分 在各界 在这个行业里面 有一样东西 就 我们那个 行业的 阻力 比较大 就是说 你很难 无端端 请一个人 回来 因为就算 我想你将来 你很快会问我这个问题 我现在都先说了 譬如 我们 现在譬如 某一个人 我们飞一下 因为疫情 可能一年半 我没有飞过 我停了手的话 那如果我重新要 再飞回呢 其实都要 做很多 re-training 就是说 要重新令我熟悉 那些 飞机 那些 有些东西可能不记得 因为我已经这么久没有做 而且因为基于安全的问题 所以这件事一定要做 那这个人 譬如丢下了一年以上的那些 他们可能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令到他 back on line 就是说 将他重新 去 好像 热身 这样 将他 很安全地 将他 搬回 变成一个 可以 正常运作的飞机 但是 如果你把这个人 完全 放走了 如果 就是万一 他去了 另一间 air line 的话 你就完全没有了这个人 但是 如果 仍然留在 你继续他的话 你随时可以 叫他 你只是 训练他 两三个月就可以了 但是 如果你 完全失去了这个人的话 你要重新再聘请的话 那个时间就会更加长 所以就 我想 那 Air line 都没有可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他们呢 就会是一半一半 就是说他会 剔一些风险 就是说我留下一些人 可能他会增加成本 但是他希望有一个突然的 一个复苏的话呢 我就随时可以有人用了 但是当然他也都会放走一班人 因为他也都不想成本是这么多 所以为什么他不会 百分之一百呢 继续所有人 因为他只会继续一些经验最丰富 对他来说最有用的人 但是至于一些 比较新或者 经验比较浅的人 就真的不幸 他们就已经 已经一早被辞退了 那 其实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就算他突然间在短时间里面开 其实他也很踢脚的 就是不是很简单地就是说 哦 召唤机先回来 好像 就是有少少 可能比较 不一定是好的比较 就不像开的士那样 现在的的士停了 不能开 没有人搭 那接着就召唤了的士 司机回来马上开 其实都 其实他都要一个很长的程度 才可以完全恢复回 就是不是说开就开得回 是没错 所以呢 我刚才说到 大概两至三个月 那可能譬如 将来来说 他们很急的话 可能他们可以跟民航处境 怎样去缩短这个 整个retraining program 但是就 这个将来我不知道 他们实际上会怎样做 但是我估计就是 其实现在慢慢慢慢 比起大概半年前来说 其实都多了飞机飞 那基本上呢 航空公司也都会慢慢慢慢 这样去做 就是正正地做这件事 因为譬如每个航空公司 他们 他们拥有的 simulator的数目 都是有限的 就算他这个simulator 开24小时呢 他每一天可以做到 training的人 都是有限的 所以 他们要 计算得很准确 就是 譬如我什么时候 需要有多少飞机 需要飞 所以我要叫回 就是recall 几多个机司 做training 就是那个安排 其实整个很复杂的 就是说你可以预计到 他将来 当越来越多航线 要再恢复的时候呢 他整个过程 我想相当 相当 相当 不容易去做 我只可以这么说 还有另外你提到说 和开车的比较 我可以给另一个idea 听到就是说 譬如我们开车有车牌 我随时可以开 丰田 又可以开本田 又可以开BMW 但是 在飞机上不行 我譬如 我那个牌 还可以 还可以 endorse 譬如我又有 Boeing 的 rating 我就不可以 立刻转去 开Airbus 我要开Airbus 我要retraining 那么 那个retraining 可能是长达 差不多一个月 我才可以 由Boeing 转做Airbus 所以这个是更加 更加去控制 这个情况 譬如 郭泰原本 拥有很多777 但是 现在 譬如 港龙 停止了运作 他就收了很多320 如果他想将 那些320 去做一个regional 的fleet 他不可以 立刻用到 他原本777的机司 他要重新retrain 一段时间 去将777的机司 转做Airbus 的机司 所以为什么 他不是 譬如我们想象中 这么简单 就说 为什么他们 更加有效 去用他的资源 呢 在这个行为 里面 就是有点麻烦的 因为有很多 房页上面的限制 所以 你将来 就会看到 譬如将来 究竟 郭泰 他现在收了 那些320 回去 之后 他将来 会怎么用 那些320 我也很想知道 他将来 会怎么用 好 我说一点 帮助大家 如果大家对飞机 不懂 320 320 那些是Airbus 777 747 那些是Boeing 两家不同公司 大家都 都会知道 就是如果 有追踪 飞机行业的 大家只不过 如果 网民有些不好追踪 都明白 320 和777 的分别 是两家不同公司 是 正確 好 Jeff 最後再问一句 想回到最后 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儿子或者女儿 说 我现在想做机师 你还会不会劝他 还是不要入行 你会给他什么提供 他多少 譬如说 现在刚刚 读中学 或者现在入大学 那我不会提供 我不会提供 因为其实 我自己看 我从科技的角度去看 因为其实很快 其实你现在都在看Tesla 那些自动驾驶 其实 飞机已经有了很久 但是 我觉得 现在的接受程度 会越来越高 现在基本上 全部的民航机 都是需要 最少两个飞机师 是同一时间 去飞一架飞机 但是我觉得 将来随着自动驾驶的 越来越厉害 和改进 越来越好 和 譬如所有的监管机构 越来越接受自动驾驶 这个东西的话 将来我觉得很快 民航机 就会变成 一个机师 如果由两个机师 变成一个机师 的话 你也可以想象得到 原本可能全世界需要 十万个机师 转眼间 就会变成 只需要五万个机师 那就是说有五万个人 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 失业 所以 如果譬如一些新人入行 譬如我现在说 可能是五年之内 可能会发生的事 那变成了机师的需求 是会跌得很厉害 那很有可能 他完成了整个课程之后 是找不到东西 那这个是 我觉得是很大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不会提出 现在很年轻的人 现在他二十多三十岁 已经譬如拿牌 那我觉得没问题 继续做 应该问题不大 他们甚至可能 都可以做到退休的影响都不大 但是我比较担心 就是说现在 再十多岁那些 再加入飞机师这行的话 我觉得十年之内 这个行业 将会有天翻覆地的改变 那到时就很难估计 究竟是会怎么样 究竟是 还需要不需要人在里面 或者如果有需要 可能只需要一个 那 那个分别是会很不同 我觉得 是 好 今天谢谢Jeff 和我们说了很多关于飞机师 很有趣 很多事情我实在不知道 很感谢Jeff 今天时间足够了 不过我们不会停在这里 各位网民不需要担心 因为今天只说了飞机师 其实关于这个航空业 还有很多事情 我可以和Jeff 继续谈下去 那么这个礼拜的时间 就差不多了 那么下个礼拜 记得留意我们继续 每周专题 Jeff继续会上来 和我们谈一下 其他关于航空业的问题 这个礼拜就再见了 拜拜 OK 拜拜